配合国庆有社区组织打造了迷你马场 带领居民寻找历史足迹 也有观光业者邀请国人坐上复古摩托边车 踏上文化之旅 来看记者物理新的报道 1911年本地第一架飞机在花拉公园降落 摩棉惊喜区基层组织仿造飞机模型 在嘉年华重现当年盛景 除了庆祝国庆 主办方也配合开部200周年 特地安排挨马和居民合照留念 1842年时 我们的第一个马场就建立在这里 新加坡的第一场马赛也是在这区举行 我们就希望可以把这些历史带回来花拉公园 想要给孩子更加的认识这里的历史 所以今天刚好又有这个骑马的节目 就带全家大小一起过来了 在色彩缤纷的哈之巷 则有复古摩托鞭车在客逛街区看壁画 今天是新加坡54岁的生日 所以我们小命案的编车 我们是想给本地人跟新加坡公民人54圈 可是刚才是太多人了 也是有别的国家的人 我们就想也是顺便给他们经验 好像回到克本交的以前的新加坡时代一样 可以看到这些摩托车 由于反应热烈 业者接下来一周 还会继续提供这项免费服务 感谢观看